当播澳门 市民日报 澳门 2022年2月11日 政府精准扶持中小企速科技创新触路 疫情防控推动经济复苏有序开展建设 行政长官贺一成昨日在中华总商会 任人府年春敏酒会上表示 新的一年 特区政府将落实第二个五年规划 同施政报告的各项工作部署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 同疫情防控工作 推动经济稳定复苏 扎实触路疫情防控体系 加快促进经济息度多元 有序推进各项建设事业 同时会改善营商环境 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精准扶持 推动科技创新 建立新的人才引进制度 不断增强澳门特区发展动力 民生有序推进社会和谐稳定 何一成在酒会上致辞时表示 回首过去一年 澳门虽面对疫情持续严峻考验 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 同关怀下 在包括澳门中华总商会在内 的社会各界和全澳居民团结协作下 配合特区政府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恢复发展工作 有效应对多宗输入病例对本澳的冲击 及时压制疫情蔓延 实现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稳中向好 民生建设有序推进 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他继续说 去年12月 习近平主席在他的年度述职时指出 经过这次疫情 澳门社会各界对澳门经济结构方面 存在的问题认识更加清晰 对澳门发展的路向思考更加深刻 同时强调 祖国始终是澳门保持 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中央将继续坚定不宜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 继续支持澳门积极推进 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不断书写具有澳门特色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 特首强调 习主席的指示 充分体现中央对澳门未来发展 的高度关怀和重视 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指明了方向 极大鼓舞澳门各界对 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的坚定信心 挑战机遇并全攜手开拓新局 何一成又提到 2022年有新的机遇 也有新的挑战 一方面 全球疫情演变 同经济复苏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澳门依然面对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 另一方面 中共二十大将于今年召开 国家十四五规划有罪落实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 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 和黄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正在这深入推进 将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他呼吁大家要保持坚定的信心 和坚强的毅力 齐心攜手 把握机遇 应对挑战 共同开拓澳门发展新局面 新的一年 何一成强调特区政府 将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 同指示精神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落实特区第二个五年规划 同施政报告的各项工作部署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 同疫情防控工作 推动经济稳定复苏 扎实捉拢疫情防控体系 加快促进经济息度多元 有罪推进各项建设事业 改善营商环境 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精准扶持 推动科技创新 建立新的人才引进制度 不断增强澳门特区发展动力 牢牢把握国家发展重大机遇 务实推进横琴越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积极参与越港澳大湾区 同一带一路建设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努力建设现代 美丽、幸福、安全、和谐的澳门 何一成并肯定澳门中华总商会 始终发扬 外国外澳优良传统 拥护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特区政府依发施政 不懈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贡献有目共睹 他期望中种未来一如既往 积极发挥业界 通过政府的桥梁作用 团结带领业界配合 和支持特区政府施政 引领叶界深 和粤港澳大湾区 和横琴深河区建设 共同为澳门多元 和可持续健康发展作出 新同更大的贡献 你收听的是安博澳门 这个短片是 由市民日报联同 安博传媒联合推出 请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